纸厚调整 进入压力设置菜单 切换压力调整选择开关到允许状态 依次在色组下方数字框内输入当前印刷纸张的厚度 单位为毫米 点击定位按钮 完成各色组橡皮滚筒与压印滚筒的压力调整 途中的加减号可根据实际印刷时压力情况进一步调节大小 调整完后将各色组压力调整选择开关 切换到不允许压力调整结束 这里是景德牌7466四开多色机的水墨滚排列图 图中上方为墨斗滚 滚体表面经过特殊处理具有防腐耐磨的功能 接下来介绍四根串墨滚 ABCD 它是由直径76.7毫米的硬质塑胶滚所组成 串滚的幻象时间可以进行调整 图中标注的数字1到16是墨滚的装备顺序 轴心黑色的是硬质塑胶滚 其他为软质橡胶滚 图中颜色相同的代表直径相同 可以互换使用 琢磨滚的安装方法 下面我们以第四根琢磨滚为例 介绍琢磨滚的安装方法 首先将直径为72.5胶滚两端 装配好带滋润滑的球轴承 型号为6202 将胶滚两端轴承轻轻放入锁套内 旋转锁套上的活动爪至中间位置 顺时针转动上面的M6锁紧锁钉钉 注意拧紧时力量不易过大 以胶滚正常印刷时轴承不跳为标准 最后锁紧锁钉钉上的锁紧锁母 两侧操作方法相同 接下来介绍润湿系统 本机采用了酒精润湿装置 接是水斗滚 专用酒精润湿进口胶滚 直径为90毫米 H是剂量滚 直径为70毫米的抛光杜落滚 M式串水滚 直径为70.8毫米的金属滚 K式啄水滚 直径为80毫米 LV可以轴向串动的中间滚 直径为50毫米的硬质塑胶滚 安装顺库依次为 MKLJH 接下来介绍 墨滚间的压力调节 我们要求每个月对墨滚的压力进行一次调节 还要对墨滚进行保养 水墨滚间的压力调节方法如下 首先在机器上打上浅色油墨黄色 打匀后停机10秒 点车到适当位置 就会看到墨滚上的压痕 用纸条沾下墨滚左右两端的压痕 与墨痕卡对比 确认正确的压力 如图所示为整个水墨路的压力调节表 调节着墨滚的压力时 必须先调节与串墨滚的压力 再调节与硬板滚筒的压力 以免互相干涉 调节压力时 均为顺时针加压 一时针减压 首先调节2号着墨滚对串墨滚地的压力 按视频所指位置 调节左右两端至正确压力4毫米 接下来调节13号着墨滚对串墨滚地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1号着墨滚对串墨滚C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14号着墨滚对串墨滚C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9号着墨滚对串墨滚 调节11号墨滚与12号墨滚间的压力至5毫米 调节11号墨滚与12号墨滚间的压力至5毫米 调节9和10之间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9和10之间的压力至4毫米 B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2号着墨滚对硬板滚筒的压力4毫米 调节13号着墨滚对硬板滚筒的压力4毫米 调节1号着墨滚对硬板滚筒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14号着墨滚对硬板滚筒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15号挤墨滚与出墨滚的压力至4毫米 调节15号挤墨滚与串墨滚A的压力至7毫米 接下来介绍水滚间的压力调节 1.首先调节着水滚与串水滚间的压力 转动此处的窝杆 保证压力为5毫米 2.在上水状态下 调节着水滚与硬板的压力 松开锁紧螺母 转动此处螺钉 保证压力为4毫米 完成后锁紧滚滚螺母 3.将三位开关处于手动合上位置 调节中间滚与着水滚之间的压力 转动此处窝杆 保证压力为3毫米 4.在上水上墨状态下 将三位开关处于手动合上位置 调节中间滚与第一着墨滚之间的压力 转动此处螺杆 保证压力为3毫米 5.在离水离墨状态下 调节剂量滚与水斗滚之间的压力 转动此处窝杆 调节压力为4毫米 6.在上水状态下 调节剂量滚与着水滚之间的压力 转动此处窝杆 保证压力为3毫米 注意 以上调节 顺时针转动均增大压力 逆时针转动均减小压力 两端压力保持一致 1.收纸链条 机器经长时间运转后 收纸链条会产生磨损 将会加大机器运转的噪音 此时也会加剧收纸链条和链条导轨的磨损 为此必须定期检查 收纸链条是否松弛 必要时应调整链条的松紧 2.链条的松紧调整 1.点动机器是收纸链排中 一档位于倒轨后圆弧部位 2.打开收纸上罩壳盖板 松开链轮轴头的紧固螺母 3.松开导轨安装罗钉 4.用随机工具中的套筒扳手 旋转收纸链轮张紧罗母 顺时针方向旋转可拉紧链条 链条拉至松紧程度合适后 重新旋紧罗钉及罗母即可 注意 1.链条松紧程度应合适 不能拉得太紧 否则会加剧链条的磨损 2.两侧的链条张紧程度应保持一致 3.放纸时间的调整 收纸牙排开牙放纸的早晚 取决于机器印刷工作速度的高低 和印刷用纸的厚度 一般而言 印刷速度高 印刷用纸后 放纸的时间就早 调整放纸时间时 顺时针旋转把手 可提前开牙放纸 缓之则开牙时间推晚 1.缓纸器 1.缓纸器位置的调整 当改变印刷用纸服面时 需要调整缓纸器的位置 以保证收纸堆的整齐和收纸工作的顺利进行 调整时 1.将几张带印刷用纸放置在收纸台板上 让纸张的前边缘靠在前挡纸板硅上 2.转动把手 这缓纸器上的挡纸板与纸张后边缘轻轻接触即可 2.缓纸器吸风的调整 1.旋转器阀 共4个 外路端部 可改变吸气量的大小 印刷工作速度高 吸气量就大 反之 吸气量小 2.在印刷小幅面规格时 根据纸张的尺寸 请把位于纸张外部的气阀管闭 3.缓纸器工作速度的调整 利用位于收纸机传动侧照壳上的缓纸器操纵按钮 可以对缓纸器速度进行调整 速度的选定 以纸张能整齐的堆放在收纸台板为准 侧旗纸板 当改变印刷用纸浮面时 去调整侧旗纸板 两侧的位置 操作如下 1.将几张纸放在收纸台板上 2.点动机器 当侧旗纸板运动至向里的极限位置时 松开锁紧锣钉 推动侧旗纸板 使纸轻轻和纸张侧圆接触即可 3.调整后重新锁紧锁钉钉 取样装置 在印刷过程中 抽取印刷样张的操作图下 1.可用左手抓住位于传动侧收纸 上罩和下方的取样装置把手 2.将把手拉向前方 此刻 接纸板伸出 当挡纸板规开启时 同时用右手迅速将纸堆最上面的纸抽出 3.将把手推回原位 完成取样 本机配备的不停机收纸装置 供您在机器正常印刷工作时进行更换收纸台板或放置量纸架用 操作步骤如下 1.将两侧导轨向内推至工作位置 2.将插板前沿推至行程开关的触头 此时 此时主收纸台板快速下降 3.迅速将插板前送至极限位置 临时取代收纸台板 4.收纸台板下降至适当位置 在纸张四角放四个戈铁 点动收纸台板上升 至戈铁将插板顶起并触动上线位 开关 点动停止 5.推动两侧刀轨到非工作位置 完成更换插板功能 注意 两侧刀轨不工作时 一定将其拉至最外侧非工作位置 否则将发生堆纸台撞断摆臂等事故 以用户机器配置不同 奔区墨斗的调整方法会有所差异 下面我们以KICX-01墨色遥控系统 对主要操作讲以介绍 1.开启中央主控台 在控制台的面板上按下I键两秒 主控制台系统启动 2.墨键调整 方法1.确认系统处于在线监控状态 在控制台面板上按下锁定键解锁 选拨需要调整墨量的色组 按加或剪键对单个墨键的调整 或按整组墨刀调节按钮 整体调节本色组的上墨量大小 方法2.确认系统处于在线监控状态 在显示屏上用鼠标 subject to 确认系统处于在线监控状态 至少熟的壮田 选拨将或剪键